OdioJungle 美战机对奥巴里城许多个的点进行了轰炸,造成了大量平民伤亡,但负责此次空袭行动的美军非洲司令部则表示,此次空袭已经通知利比亚当局,成功消灭了两名恐怖主义头目,目前还没有接到任何平民死伤的报告。 据报道,利比亚自从哈扎菲到台以来,全国就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,北部迪利波里首都附近的区有美国支持的利比亚全国协商政府控制,其他的区比如说此次遭到恐袭的南部撒哈拉的曲折,由各地各具势力控制,一直对迪利波里正全阳。 凤因为,美军认为,大批极端武装的武装分子目前已经潜入利比亚,正在休养生息准备东山再起,除此之外,美军还透露,目前已经有多国介入利比亚的内部冲突,包括已经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动武的土耳其,该国正在向利比亚武装组支书,送武器弹药,扶持代理人武装组织。 专家表示,利比亚在历史上,一度属于奥斯迈帝国统治,而土耳其则以奥斯迈帝国的继承者自居,因此一直对利比亚等北非事务非常热衷,多次提出要派出维和部队介入利比亚冲突。 军事专家表示,近期利比亚、希腊、意大利海军多次截获从土耳其,向利比亚走私武器弹药的船只,缴获了包括火箭筒、轻重武器、炸药、首雷在内的大批武器装备。 利比亚方面指责,土耳其正在支持该国的叛军组织,准备搅乱利比亚局,是,以浑水摸鱼,并要求国际社会阻止土耳其的军事冒险行动。